追尖盘有点蓬突 反复腰疼不能做 有什么好的止痛方法 止痛方法就是腹胃 你追尖盘蓬突 因为你应该是个女性吧 你有点骨盆后倾 我们的骨盆是像一个网口一样 因为你有点这个样子 就是你们日常站立的时候是 习惯于这样 或者说你在以前你做的时候 你有点这个样子做着 你习惯于这个样子做 或者说你在家里边 喜欢慵懒的葛优唐躺在沙发上 这个动作会让一个骨盆后倾 骨盆后倾其实就会导致追尖盘的 骨盆在下面是个轴 是个碗 追尖盘是掉了这个 但是追尖盘只掉了一边 我们的骨盆前边是什么 是悬空的 在这个时候的话 完全是靠肌肉 你的骨盆有了后倾的这个动作 导致了你的追尖盘压出来 没有什么止痛的方法 把追尖盘复位 这就是我们日常为什么要做一些 普拉提的训练呢 做一些禅柔的训练呢 就是我们不会允许自己的追尖盘 捧出的 这个很痛苦很痛苦的 你的下肢又酸又麻又胀 就是年轻的时候呢 不知道预防 不懂这些知识 过于慵懒的做着 把自己做出了一身的毛病 导致的这样的一些结果 来我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篇文章吧 看到没有 追尖盘捧出 就是你们导致这样的造成的 看见没有 日常这样做 就一定会导致 你发现它的骨盆是侧倾的 是后倾的 就会导致追尖盘的捧出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做体测的背影 你把那照片发给我 就是我做体测的那个背影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通过 其实我们看一个人走路 就能够看到 他这个网口平不平 所谓女生的这个网口 就是你们追尖盘 这个可千万不能乱来的 你再看一下 我那天故意穿了条紧身裤 你们发现 我们在站在这个尺子边上的时候 你们能发现 用这样的一个尺子 是很容易看到 你的追尖盘的位置的 大家看到没有 一定是要平衡 身体不能轻 因此 我们下 Aa 01 等于 我们下一个尺子 我们下一个尺子 再砍一下 我们下一个尺子